美国四十一年 四言金融付费 美国四十一年 四言金融付费 同修 小修同修 那个拆研发就把我告诉这个杨毅坤 杨毅坤就告诉那个美国 刚刚来的美国专家 叫白仁德 白是白色的白 人是人爱人 德是道德的德 Brandich Mr.Brandich 就告诉他需要一个帮手 那我叫我来 所以这个外国人一听到我 曾经帮忙跟外国人做翻译工作 所以我一到农夫会的时候 一同他谈 他没有问两句话就决定说 好 你留下来 我要用你 希望你来做我的帮手 所以我就这样进农夫会 那他就是推动农生青年的指导工作 那以后就是组织世间会 Foreach Club Foreach Club 那Foreach Club最初的Foreach 四个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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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你们应该知道 H一个是Head 一个Head 一个Head 一个Hands 手 双手 一个Health 是健康 四个H 那么农夫会当时请他来 到台湾 就在农夫会做农村青年指导的专家 所以他就把这Foreach Area 把世间会的工作要引进台湾 39年的时候 农夫会就请了一个美国教授 这是从美国康乃尔大教 李登辉去念那个学校 康乃尔大教 乡村社会学的教授 叫做安德森 请那位安德森到台湾来研究 来考察 来研究 台湾农会的情况 那安德森来几个月 他在当中 他曾经到这个日本去 为了台湾来考察一下 他也凑一点时间到日本去 从日本那方面 他在日本看到 日本已经有这世间会组织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农业推广 或者有这个农村青年指导工作 是由那个康乃尔大学的农村社会学 乡村社会学的教授到台湾来 他在报告书当中 建议台湾要推动农村青年指导工作 还有家政推广教育工作 也是在安德森的报告书里有提到 至于这成年农民 当然他也强调 农民是一般指导 应该都要推动 这三方面都要同时 过去只制动农民 成年农民 但农村青年等 家政工作是没有做的 所以他建议 其他这两部分 农村青年等家政都要推动 十四一年事件会 十四二年跳过去 十四三年农会 请一个Mr.Pope Pope 来推动这个成人农士推广工作 就是成年农民的 成年农民的教育工作 成年农民教育工作 就是我们所谓农士推广工作 每一个四三四四年 就请那个毕灵师 Mr.Pope 来推动家政工作 在那几年之内 四四一四二四三 应该是没有到四四 四三四四也说不定 这三部分的工作 都有美机专家 然而到四四五年 农会要加强 来扩大推行农业推广工作 四四五年的农会本身 成立一个农业推广组 最初农会本身 没有农业推广组 这些美机专家 刚才讲说 这个农村青年的 成年农民教育的 以及这个家政工作 都是在农民组织组里头 事件会工作 你大概也知道了 主要是推动农村青年 每个人都要一个作业 叫做project project 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业 他要认定 我这年 我今年 我这明年 我这继续下去 我打算算什么 当做我的project 当年的project主要是 水稻 甘肃 养猪 养鸡 养兔 养兔 这五个 五个是他们的 五个当年大概可以说 是五个比较重要的作业 其他的 假设有其他的农业方面的 的项目 休生愿意选择 他们的作业的 只要有五个人以上 就组织一个forge club 就组织一个事件会 一个事件会 只要有五个人以上 那年龄当年是从12岁到22岁 以后有降低 好像有降低到4岁到11岁 最初的事件计划是由农会本身提出的 那么是选择县同乡镇方面的单位 然后再来由农会 按照计划 那么同这个县乡镇 神 那个神还算 神龙还没有什么太大参与的 到购后有参与了 那么有参与以后 神县乡镇方面 大家开会讨论 这个计划 当年是 大概是这样做的 事件会 脱不了有义务指导人 只要事件工作没有义务指导人 事件会根本就不能推动 也不是事件会推动的一个方法 都叫local leader 就是义务指导人 我们翻作义务指导人 不按照自翻 按照自翻是local leader 地方领袖 我们就翻作义务指导人 那么每个事件会 一定要有一个local leader 一定有义务指导人 每个事件会来讲 五个以上的农村青年 有同样的兴趣 要参加某一种作业 那么组成一个事件会 他是种水稻的 种蔬菜的 或者养猪的 或者养鸡的 总是从农村当中找一个成年农民 local leader 都是成年的 来当这个事件会员的义务指导人 假设以农村来讲 农村青年讲家长方面 哪里重视你农村青年做什么 家长也不一定说 我这孩子小 是在农村里头大起来 不知道他要不要留在农村 父母亲也没有一定的主意 能够练书就给你练书去 练书完以后看你要到哪里去 当然是要看这家庭的需要 家人只要需要这个孩子留下来 当然希望他能够从农业方面 在技术方面都努力 那我们推动这个事件的工作 主要是培养一些流农的青年 希望这些可能流农的青年 他们留在农村里头 那么修一点比较好的农业技术 优良的农业技术 或者生产的方法 那么将来他留在农村里头 那么看他能不能把自己 所做的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那当然是主要表现在产量方面 产量能不能增加 规模能不能扩大 规模能扩大 但是一般呢 现在也好 过去也好 台湾的农家的农田的面积都有限 所以以后我们推动 就推动一些共同作业 或者共同经营的工作 单单一个农村青年 他所做的工作 只是 或者半分地 一分地而已 从他家长啊 假设愿意给他自己做的话 比方说你种水到哪里有块田 要让你小孩子全部自己扶着 只是愿意让他做 看是一分或两分地 那就看他从这一分两分地 他自己所学到多少 那养鸡也是如此 养鸡你也叫小孩子养五字鸡 看这个几只鸡啊 他能够怎么养 从小规模啊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农业推广就是要教育农民啊 就是希望说啊 能够借助农业推广工作 能够教育农民 让农民呢 那愿意来讲啊 采用优良的作业技术啊 包括家政方面的工作啊 也是如此啊 那这样农业才能发展下去啊 不然的话 农业还是停在那个地方啊 那么农业要向前进步 不能不由农业推广 不能不由农业推广 那农民需要进步 不能不由这个教育 教育性的农业推广工作 所以农业推广本身是教育 由农业推广 由农业推广 这样的教育性工作 农民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帮助 他的帮助就是说 他技术性的改进 可以从农业推广方面得到 从农业推广份 确认正常传稿 这 Narrater